在這三年的疫情下,講到最受影響的應該就是我們跟其他人交流的方式 變成透過以網上為主 但是,怎樣才可以在網上都可以跟客戶交互聯絡方式 讓他們有齊你的訊息 這個時候,Digital profile 就幫到你了 Digital profile 其實就是你的電子卡片 幫你在網上可以隨時跟別人分享你的聯絡資料 方法很簡單,你只需要傳送卡片的連結給對方 他們就可以下載到裡面的資料 無論是面對面,又或者是網上的交流 你都可以很方便地分享到你的資料 如果你想編輯來的電子卡片 你需要下載Touchless App 入到App之後 按Read,打開電話的NFC功能 把卡片拍到電話裡 就可以看回卡片裡面的資料和紀錄 按Profile 是這版輸入的資料 會顯示在你的電子卡片上 如果你不需要電子卡片的話 就可以不用填寫這一版 現在你可以上載回來的照片 而在簡介上你可以簡單寫一些關於你的東西 例如資歷,又或者證書 你都可以輸入社交媒體的HTTP連結 這樣別人就可以看到你的帳戶 YouTube的話 你要輸入以HTTPS www.youtube.com 作為開圖的連結 WhatsApp的話 要入回HTTPS API.whatsapp.com 而WeChat的話 就只需要入回WeChat ID就可以 幫你入完所有的資料之後 請錄到最底 你會看到底下有一條Digital Profile的連結 再按回Whites Business Card 就可以把資料寫進去NFC智能卡片裡 想測試是否成功 至少要把卡片拍到電話裡 現在你應該會看到有個連結 在Digital Profile下 按連結 彈出來的頁面 應該顯示你剛才輸入的個人資料 想知道更多和NFC有關的資訊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按鈴鐺 就可以第一時間看到新片啦